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谭良文文官的今天的常工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组我新发现的镜框 那这组镜框会跟我以前介绍不太一样 因为我相信大家看我影片这么久了 我从来没有介绍过超轻量化的镜框 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我店里面的客人说真的 高度近视真的比例上占非常高 再加上很多大部分那种轻量化的 很轻很轻的镜框 我相信市面上有很多品牌 我们这边就不一一点名 难免都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配重的问题 因为它整支镜框很轻 你可能镜面上去整个重量之下在前面 那这个倒还好 因为这个可能整体轻 你可能喜欢那个感觉 但是很大部分轻量化镜框会有一个通病 而且是真的比例占蛮高的 就是它整体的稳定性会偏差 就是说整支镜框你会觉得 它通常框面会比较软一点 如果说你是闪光比较高 或者是你的眼睛比较敏感一点 你会觉得你在配戴上稳定性上 就真的会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一组镜框 画面上这一组镜框 这是我找到的超轻量化的镜框 有什么特点 它跟一般市面上超轻量化的镜框 有哪里不一样 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镜框的一个设计 来我们先从框面来 它整支镜框都是纯钛打造的 那个框面呢 用的它是直接用钛片一体成型 那它不是薄钢 它还是传统全框 它不是那种薄钢形式的 那整个框面这个是完全没有焊接点的 可是你看它的框面做的非常的薄 可是刚性是够的 整体你们看到它的整个稳定性 框面的硬度是够的 所以也就是说你的镜片上去之后 它整个框面在你的脸上 它是稳定的 然后再鼻须的部分 它这个鼻须有特别做一些 它的鼻须非常的长 那因为很多现在市面上 超轻量化的镜框其实很多都是什么 欧洲框 那有买过欧洲框就知道 鼻须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痛点 因为毕竟欧洲人士他们的鼻子很挺嘛 那他们的鼻须通常会偏短 那像这个鼻须这么长 就可以针对于我们的脸型去做设计 而且它的这个鼻垫 有没有 它的鼻垫也不是一般平面的鼻垫 它是立体的 它是有一个弧度的 然后是矽胶的材质 所以指滑效果可以跟我们的鼻垫的服贴性 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 好 来 镜脚的部分呢 镜脚的部分是BetaTi 做细的弹性非常好 所以佩戴它不太会有夹头的问题 那脚尾呢 它还是有做了一些配重的一个设计 只不过这个配重我个人觉得 因为它整支框都很轻啊 所以这个配重 我只能说如果你度数浅 它会有发挥一些功效 但是如果你度数比较高一点可能 这个配重 难免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啊 所以 像这种框 通常我的建议是 度数还是不要太高 太高难免还是会有那种 头重脚轻的问题 然后再来 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 它的脚链的这个设计 对 它还是有锁螺丝 可是它上面是一个螺帽 它是螺丝跟螺帽去固定 也就是说我们在开合的时候 它比较不容易让我们螺丝产生转动 这就可以怎么有效的避免螺丝松动 如果有带过传统金属框 难免都会有一边 因为我们开合的方向不一样 会有一边的螺丝比较容易松 那它的这个设计呢 就是说螺丝跟螺帽合在一起 那这个静脚我们在转动的时候 它就比较不会去影响到螺丝的松动 所以螺丝也比较不容易松动 然后它颜色方面呢 它很多都做到双色 就是框面跟镜角是不同颜色 那这个它的上色方式有烤漆 也有电度 那基本上这个上色 我个人以我在看镜框的感觉 我觉得色牢度应该是算还不错的 那当然因为才刚进来啦 要实际上佩戴 基本上如果不要去刮到 撞到它的这个颜色的色牢度 我相信是相当不错 那讲了这么多 好轻量化到底是多轻 来我们直接上电子秤 这边应该 来这边目前归零 那讲到轻量化当然少不了来 奥地利的湿热 我相信讲到轻量化的镜框 它绝对是当中的翘楚 对不对 来 而且这些是湿热的无边框 又是尼龙角喔 这个尼龙角是湿热 里面真的算是特别轻的一个系列 我们来量量看 它只有10公克 来 那我们的呢 全框喔 是全框喔 整支是纯带打造的 它还不是无边框喔 好 归零了 一样只有10公克 也就是 这两支框 的重量是一样的 所以 它做到全框 会比跟人家无边框 一样的重 所以 我相信这样子应该 各位应该知道 它到底有多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 然后 然后 它的框 款式也很多 方的 稍微有点流线型 现在很流行的 几何形状 圆的 都有 所以款式非常的多 那当然 大家最在意的 价格问题嘛 价格很亲民啊 我只能说 私了一支 可以买它买四支 所以价格又亲民 所以这个这个 真的很推荐大家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 很轻的镜框 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或者说 你喜欢那种 极简风 就是它的 镜框的线条 是很简单的 然后佩戴的舒适性很好 给人家感觉是 比较知心的 譬如说你是商务人士 或者你从事业务工作 这样你想给人家感觉 第一个 你的眼界是俐落的 是有精神的 给人家感觉是有 专业度的那种感觉 这样子的镜框 就还蛮适合你的 给大家做一下 分享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